各位兄弟们,对不起来看关键时报 今天中国受到洪水暴雨的侵袭 已经快一个月了 但你看到中国在报道这些状况的时候 都是淫淡风轻 而且直到前两天 李克强踩到了前线,踩到了灾区 去试探到底有多严重 但中国不愿意说的灾区 竟然有一个人把他给说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俄罗斯现在的沙皇普丁 透过俄罗斯的通讯社居然发表说 普丁就中国的洪灾 向习近平致一个慰问的电话 他讲什么 他说俄罗斯为那些灾害 失去亲朋的人感到悲痛 希望所有的伤者早日全面康复 对吧,普丁觉得这个事严重 严重到我要打电话 给习近平表示致意 就代表中国这个灾情 真的比他表面上 所透露的还要来得严重吗 现在他就说了 有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数字比这个更可怕吗 好,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宾 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财经专家 黄罗斯宋,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次美岛电视报 董事长吴子江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 盛平大吼的台北市员苗布亚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 自身媒体人杨慧珍 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 自身媒体人罗里德 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 时日评论李志浩 大家好 我们常常谈的是 中国受到这个暴雨洪水的侵袭 已经快一个月了 可是中国的媒体报导都是云淡风轻 连报导武汉 现在淹大水 都想都形容什么 整个大雨过后 整个天气 都没有那个美丽 可是 他这样子云淡风轻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的报导 对 普丁居然致电给习近平 是 透过俄罗斯通讯社讲 他感到悲痛 中国的灾情 居然 让铁石心肠的普丁感到悲痛 保洁 中国的水灾到底多严重 外界实在看不懂 为什么呢 我们跟你讲 我们非常 我们在节目中讲了非常多 水患很严重的这个东西 很多这种网友说 根本没有水灾 为什么 因为他们媒体 根本没有报导 媒体没报导 或是云淡风轻 所以说哪有什么水灾 可是保洁 到底有没有水灾 这个今天普丁 他这个慰问 慰问电文 他说了非常清楚的这个事实 他说什么呢 他拍了一个慰问电 给这个习近平 他说因为慰问这个中国南方各省 发生这个特大洪灾 并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表示表示诚挚的慰问 你说他用特大洪灾来形容 对他为了却失去 这个亲朋的人感到悲伤 希望所有的伤者 能够早日全面康复 保洁他讲这个 你一个领导人 普丁要拍一个慰问电文 给习近平 你就知道说那是个多大的灾难 他才会拍给他 而且俄罗斯从来不 俄罗斯是一个没有眼泪的民族 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民族 这个铁石心肠没有眼泪的民族 竟然都感到悲痛了 对 为什么感到悲痛了 保洁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中国大洪的官方在做什么 你看这是他们中国官方 新华网在拍摄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他拍摄这个 他就说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 武汉的这个城上面 做这个高空的拍摄 他说哇 虽然说我们 这几天有强降雨 但是现在武汉出现一个 唯美的云海 他们说说 你看从这个高空往下看的时候 你看这个武汉叫做江城 江城上面的话 长江的沿岸 很漂亮 风光明媚 非常漂亮的画面 可是保洁 官媒是这样 用云海涌动 在形容这样一件事情 可是呢 你如果再往旁边移过去的 你就会看到 另外不一样的局面 为什么 你看 这是另外旁边的局面 旁边明明就是淹大水 你看就是旁边淹大水 路面都淹水了 路面上面不是云海涌动 它是真的是黄河滔滔的 这样的感觉 黄沙滚滚这样的一个感觉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另外这边也是一样 这整个车子都已经几乎完全被灭顶 所以你看官媒跟一般民众 感觉当然是不一样 这个对比也太强烈了 没错 人家就说 现在武汉今年出了疫情之外 现在雨 豪災 这个洪水都来了 对他们真的相当严重 你看现在整个武汉 因为暴雨的关系 你知道现在武汉在 武汉人已经不是在开车 他们车子会浮在上面的 就真的好像在船一样 好像是江水这样 滔滔这样子载浮载城 这样一个感觉 你会觉得这是武汉的街头 这不是河流 不是云台涌动吗 不是空中的景象绝美吗 对那是官媒说的 但是下面是潮水涌动 然后黄沙滚滚这样一个局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 很多人都这样 他们现在只能够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什么 因为很多江边 以前在江里面的鱼 它现在到路边来了 等一下 这是武汉的街上 对 没错 这是我家社区旁边 社区旁边居然都是鱼 大家开心出来抓鱼 对那你知道 因为这几天刚好是侍逢 他们这个高考的这个状况 而且那出现什么局面吗 他们很多人被受困 被受困的时候 因为反正也是下大雨 那下大雨的时候 我可能要涉水而过 那涉水而过的时候 你知道考生索性就是什么 穿着内裤 你看就穿着内裤 就直接去考啦 穿着内裤短裤 用推土机 对有的就坐在推土机上面 因为你如果一般的车 就已经没办法运他们了 所以你看如果你只要出动 这种所谓的救生艇 运很危险 那你就不如派这种 所谓推土机 把他们运过去 他们的高考是一年来 最一年中最大 做重大的事情 对 影响他们一生 他们现在只能够这样去做 这个应急的这个状况 根本不是你官方说的什么 云海涌动这样的事情 不是这么唯美的画面 一般民众感受到 是真的相当凄惨的这个状况 你看这是在这个武汉街 他们江口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这个雕刻 你看原本过去是这个样子 前一阵子变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已经灭顶了 这两个人已经灭顶了 已经不见了 董伯我们看 就代表他这个水线 是跑到这里来的呀 那你就知道江边在这样子的话 那你知道整个武汉 到底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状况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讲是长江的上游 往下游走的话 我们昨天只能讲到 上海的中心大厦 这个漏水 对不对 现在有另外一个 这是他们上海大跃城 你看 宝姐 这个是一个瀑布 这在城市里面形成的大瀑布 你看就整个水灌下来的时候 你上海变海上是真的 雨下的时代太大 你看整个这样灌下来 另外一个还有画面 因为我们上海很多高级住宅区 他们下面都有这个车库 在整个车库里面的 涌入了水的话 你可以看到几乎是 他们就说这个水进来的话 整个这个车库里面的水 完全是泡汤 完全是完蛋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画面呢 宝姐 我们知道 我们昨天曾经讲到 在西南江水库 也就是说青岛湖的那个地方 也在下暴雨 那下暴雨的时候 西南江水库已经建成了 大概61年 61年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这一次因应特大洪水 我们是隔了好几年 七年的时间 我们把 因为西南江水库 一共有九个闸门口 他说我们先开了三个闸门口 这样子来泄洪 那泄洪之后没想到 糟糕 这个水位还是持续的暴涨 这样对霸体会有影响 他们就说没多久之后 我们就开七孔 开七孔 他说已经很罕见 就没想到 就在开七孔之后 宝杰过了一段时间就说 不行不行 赶快全部都开 九孔全开 最后这九孔全部开 他就说这个九孔全开是什么 是从西南江水库建成之后 他们曾经因为测试 有把九孔全部打开之后 第一次 61年第一次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多么紧急一个状况 他说他们光是半个小时 泄洪出来的水量 相当于一个西湖 那你就知道 这个泄出来的水 难怪下游淹成那样子 因为他下游是前塘江 所以下游前塘江的话 你看这个泄洪泄成什么样子 我们还有看这个画面 泄洪泄出来之后 法杰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鱼都被冲出来啦 鱼全部都被冲出来这样子 因为就被这样喷飞起来 那因为 可见那个水量有多大 都被喷飞 就不是飞鱼 他真的就喷飞 那你看下游前塘江水很积嘛 对 有一个人就说 哎我要这个 你看这前塘江的这个江面上面 那个水这样涌出来 涌出来的这个状况 大家就觉得好夸张 另外这有一个人要拍个视频 他就说哎 这个原本是有一条桥 有一条路 那我要赶快过去 那我想说我要水中行车的感觉 就被他水太大了之后 他最后这样 汽车而逃 因为不然的话 他搞不好被冲掉的时候 那还得了 可是你讲 现在如果灾情这么严重的话 中国经济看起来是一片大豪 你看到 入股 入股不到一个礼拜 涨了十四个百分点 现在连香港都在涨 而且现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 两极化的这个局面 中国道经济其实不好的 但是呢 他们中国道的水是 水淹整个这个中国道 现在也是一样 资金浪潮 也是水淹整个中国股市 前淹中国 前淹中国 你看他们中国道的成交量 你看最近的成交量 要持续的往上喷发 而且他们这几天的成交量 都创了世界之最 一天的成交量是1.57兆 人民币跟1.7兆人民币 一天的成交量是台币 快要6兆到7兆 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 为什么 因为中国股市就开始在 往上推动了 那大家想说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股市 对啊 很烤很强啊 而且没办法 他们现在中国大陆 你说要找工作 他时间也太慢了 然后真的让他恢复起来 也太慢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做多股市 把股市做起来 让整个经济 那大家至少看得到 股市是好的 我把而且中国大陆 本来他很多都是 他的股票 我中国政府就是最大的庄家 我要做多太容易了 我只要把中国股市 做起来的时候 你们再说中国经济多差 你看我们的股市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我必须讲 有股市的人 毕竟在我股票的人 在中国大陆 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的人民 其实还是感受到 那种悲惨的这个状况 慧晨刚刚讲到的 普丁居然制定给习近平说 你们受到这个灾难 我感到非常的悲动 希望大家早日康复 事情倒严重到 普丁要打电话 普丁这么铁石清藏的人 但是他的股票又非常的好 要问中国的经济 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其实中国现在在香港 进行的是叫 金融维稳状态 金融维稳 稳住了那个价钱上来了 大家看得好像觉得很好 很好 但事实上底子里面 到底怎么样 保贼哥你知道 很多时候一个人 不小心说出来话 其实说的都是真心话 刚不小心普丁捅了 告诉人家真正的 中国的一个状况 现在李克强前几天 七月六号说 他去视察贵州的一个同仁 同仁是一个叫做 贝易通的一家公司 结果他去视察 就视察好好的 他现在讲了一次 我沿途过来 看到很多空的厂房 空的厂房 现在大家只听到 空的厂房 空制的厂房 那到底到底有多空 我跟你讲 今天有出入了一个 中国六大重点行业的 一个上半年的情况 服务业他目前为止 他利润只有181亿 你知道听起来好像 还很高在人民币 他衰退了41% 服务业衰退41% 电器业好像一千亿 有很多 衰退了17% 汽车业衰退了36.6% 化工业衰退了41% 然后金属业衰退了五成 那你知道国内的消费率衰退 还可以从哪些数字来看 包括房子包括车子的情况 那房子我们知道 他这个中国在前五十大的房企 现在目前为止出现的状况 其实都非常不好 他们在光从股市来看 你知道吗 他们今年在上半年 市值现在蒸发了 5260亿人民币 房地产的价值 对股市就是五十大 在那个上市公司 他的股价上市 整个都消 等于是两兆台币的一个市值 然后再来包括碧桂圆 前几大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碧桂圆 包括万科 他们的股票市值 竟然也消退了 大概蒸发了两兆 两成到三成 那金额加起来 大概都有至少五百亿 到六百亿的一个市值 所以你当说你说 包括连碧桂圆都呈现一个 这样衰退股票 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之下 包括他们汽车 汽车产业也同样是一步 他们汽车产业 上次之前我们提到 山寨版的保时捷 他还爆出半年来都付不出员工的薪水 而且你知道吗 中国的A股跟香港上的十五家 中国的汽车的这个企业 十家全部都缩水 市值升发两千亿人民币 那现在都觉得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房市不好 那股市不好 那不一定代表着 好像他们其他的国内的一些情况 产业不好 李克强不是特别跑到 贵州省去试查吗 他不是说沿途看下来 很多空厂房吗 为什么贵州省是一个非常指标的一个案例 因为贵州省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还是国家级的贫穷的一个县 但是你知道他们竟然养出全中国最会借钱 以及全中国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你说连地方政府都要破产了 要一家破产 而且他本身就是已经很穷的地方了 结果他还有办法创造这么大的一个黑洞 这个叫潘志文的这个县委书记 他在贵州独山县整整八年时间 他后来被发现 他不对的错过那个借很多钱 然后盖很多的文字馆 结果他留下来四百亿的一个债务 完全没有办法偿还 他光每一年需要这个整个 那个独山县要还的那个利息 就四十亿 就你知道他这个地方 一年的收入才多少 才十亿人民币 利息都不够付 所以他完全整个现在不吃不喝 都完全没有办法去支付 他干了什么 做了什么 花那么多钱 你现在所以看到的这个画面 你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 贵州省那么贫穷的地方 你盖一个紫禁城 在那边盖什么 他盖一个超大的紫禁城 你知道他们就说 这个面积之大 真的是匪夷所思 然后他们去看到就说 现在这个紫禁城 完全没有开幕 就变成文字馆 那边黄烟漫草 盖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盖完 然后就已经破产了 他除了盖这个山寨版的紫禁城之外 他另外盖了一个 天下第一高的水丝楼 你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木头 全部都是石兮木 他们有 他现在也是一个烂尾楼 完全没有盖完 就是一个烂尾楼 结果你知道 他们有人跑到当地去 你看到这个画面 有的是那个 他们飞机去 做新闻去拍的 有的是当地人去路边拍 那个人当地人去拍 就开始敲那个木头说 哎呀 石兴啊 石兴啊 这个柱子直径七八十公分嘛 要多少钱啊 他们当地人去看也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花这么多钱 在这个地方 连当地人去看 就把他有点像是鬼屋在探险的方式 他们看了之后都责责称 就是说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盖一个这样的烂尾楼 所以到处都是烂尾楼 到处是文字怪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天下第一烂尾楼 就是另外一个 天下第一烂尾楼 而且你看这个地方 这也非常有意思 你们看那个非常高非常高 看起来黑黑的那一栋 你知道 那一栋也是个 包括几十层高 就是你知道你看他下面 他下面全部都是水 他的下面的 他下面基地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那怎么用啊 从来都没有用过 从来没有用过 就泡在水里面 你看这个画面更好笑 他也是一个盖一个房子 很大很大一片 但是完全都没有起用 就开始荒废在那里 然后你看荒废那边旁边种什么 种高粱 种高粱 那些农民就在讲说 哎呀 当时把我们的农田征收 都说要变成土地开发 开发到现在 根本没有开发完 土地又不还给我们 我们只好在那边种高粱 后来拍这视频 还问他说 哎不是啊 大省 那你怎么不种稻米呢 稻米应该比较好 他说不给种啊 不给种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有多的很多的政策 都非常的荒谬 好 是从习近平在央视 有一个叫做习近平时间 而习近平时间 最近有一个口号 吃水莫忘挖井人 致富莫忘党的恩 致富莫忘党的人是什么意思 宝贤 事实上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时间里面来说 他会翻出非常多 过去习近平讲的话 他在七月七号的时候 这是二零二零年的七月七号 他说了一个 这个他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他当时到这个 这个乡 这个浙江省去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他们让这些人脱贫了 脱贫了 在后来说 这个吃水 不要忘了这个挖井人 致富不要忘记 党对你的恩惠 是党让你脱贫的嘛 宝贤 他为什么讲 为什么这个时间要把这些话 这些话拿出来讲呢 他要对付致富的人了 很简单 过去我让你肥了嘛 让你壮大了嘛 现在党需要你的时候 那就请你帮帮忙吧 猪要养肥了就要杀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图非常漂亮 就是他整个瞄准的 就是所有的富豪 所以我们昨天讲 他在中国 他在香港搞那些富人嘛 那就是因为 李嘉诚都要效忠了 对那就是他 要你说 不要忘记党的恩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不是只有在香港这样搞 事实上从过去一段时间 他已经在中国道把所有富豪 大概清理得差不多啦 我们我们曾经讲过 国进民退的时候 已经有四十六家公司 变成是被国企吞并了 里面很多人都被退休 或是被迫到二线去了嘛 马云不是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吗 马云退休啦 马化腾 现在很多这个重要 重要腾讯里面的公司的董事 你也退 你也推啦 刘强东最近也退 从京东也推啦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他们中国道已经有意无意的在把这些所有的富豪一个一个把他关起一个一个把他让他你要拿着钱走 OK 我不希望你大到让我都睡不着觉 要这些人净身出乎 所以现在香港的有钱人要怎么办 他现在只能够回来当个这个乖乖的爱国商人 连Bloomberg都去嘲笑李嘉诚 Bloomberg都讲李嘉诚你现在是两面不讨好 对为什么两面不讨好事实上现在对李嘉诚来讲的话他只能够站在中国这一边 等一下还用这么丑的照片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保洁他最近因为我们到过去段时间李嘉诚不是到海外去投资非常多吗 他过去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他最近要什么都没什么 他不是最近跟以色列弄一个要本来要投资这个海水淡化场吗 他就说不好意思 我不要让你投资 你知道最近还传出什么消息吗 传出说英国的政界他们要开始重新检讨过去你李嘉诚在乡在英国买了所有的资产 会不会有相关的危险的这个状况 太可怕了吧 对啊 他现在四成的资产在英国 所以你买了那么多英国 英国人也会害怕 我们要跟中国宣战的时候 只有你持有那么多中国的英国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真的就变成是里外不是人 外国不让他投资 而且还要查他 中国当然也在查他 也在防他 那他只能怎么做 乖乖的就把回来买这个港股 所以你看他最近他跟他儿子 他们都拼命的在买自家的股票 只能对中国宣誓效忠 只能够宣誓效忠 那好 事实上最近很多动作 你注意到很奇怪 现在香港的资金 全部都回到香港去之后 现在你看中国大陆的IPO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把中概股 京东 阿里 美团 一个一个回到香港去 保健你知道他准备要做什么事吗 他准备要跟美国要准备要开战 为什么美国开战 为什么他跟美国开战 美国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们可能要用所谓的联系 把取消联系汇率制度来对付香港 而且如果取消了联系汇率制度来说的话 香港的金融地位可能就不复存在 也就把香港港币跟美元脱钩 对 那我要怎么让香港还能够维持这样 我把所有的好的东西灌到香港去 把香港的股市弄起来之后 你要投资香港 你就会把钱流到香港 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联系汇率制度攻击我 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把香港变成是一个国际的都市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中概股全部都回到香港去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准备 万一你真的用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准备给你开战 那你知道香港或是中国 到外的很多这个投资专家最近都说什么 你看美国如果攻击联系汇率之后 美股将暴泄 可是我完全干不懂他这个逻辑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呢 他们最怕就是这个 他们一直讲一直讲就是最怕这个 最怕这个 对 所以他们就变成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保健壤在疫情过后 现在已经已经是疫情过后 疫情过后事实上大家要拼什么 大家要拼的就是财富之战 如果我把这个疫情之后 我能够迅速的恢复 我能够赚到最多财富 那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强 那你知道最近中国股市为什么要往上冲 因为美国一直在往上冲 美国现在他们整个股市 美国的纳斯达克跟道琼两个股市 占全世界股市的43%的财富 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很强 他其实你说美国这次 因为新冠肺炎 有没有打落他 有 但他的股市市值是越来越强大 包括他前四大公司 苹果 亚马逊 还有微软 还有这个Google 四大公司 就是中国GDP的一半 所以你知道美国的实力 还是摇摇在中国之上 所以你就知道说 习近平看到这一点 我真的要跟你打的时候 我当然要准备好粮食 所以现在中国股市 他一定会无所不用习习的做多 好 我们刚才讲到 习近平时间居然把他2018年 那个吃水不忘绝水人 然后这个致富莫忘党的恩 如果是这样子 他真的要找有钱人开刀了吗 有钱人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吗 这个在中国他们记得是搞共产的大旗 所以你的钱其实从来不是你的钱 从来不是你的钱 对 其实他找共产党找有钱人开刀 不是第一次了吗 那现在他说致富莫忘党的恩 当然再次发出信号 你现在前进中国的时候 你要烦恼的问题是 你在中国累积的财富是不是真的能够老老实实的拿回家 是不是你的口袋的 对嘛 你一生都是为人坐驾 每天在那边赚钱开董事会 然后到在美国上市 累积了一大堆之后 到了你的晚年 突然这个党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们是共产党 致富不忘党的恩 共产主义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弄进来之后 那你当然还是一场空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 中国在搞的这个不是资本主义 也不是共产主义 就是共产党有独裁嘛 所以现在不要再对中国有心存幻想说 那边满地都是黄金 所以要去那边发财 资富 发财资富有时候是纸上富贵 你不见得在你的晚年 你要退休的时候 你真能带走吗 你真能兑现吗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好 正好 过去中国很喜欢讲一句话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然后弄个个所谓的港版国外法 把台湾都搞进去 大家想你玩真的还玩假的 真的离开了你中国的本土 你还管得了吗 没想到 他真的有一个计划 离开了中国 他照样把你追杀到底 没有错 在昨天FBI 我要强调现任的局长 在华府智库的演讲中 亲口承认一个 都他过去在传说中 中国的行动 叫做猎狐行动 这个FBI局长 特别说过去 中国真的有个猎狐行动 他是针对在 包含在美国在内 全世界所有的华人 针对这些华人 那他针对这些华人状况是什么 比如说我认为你言行 有不服从中国的意志 或者是说你在挑逗中国的土地分裂 或者是你原本是我的人 我把你派到美国 你现在有反叛的痕迹 他就会派间谍 到你的家庭 那到你的家庭 他也不讲 他就说我是猎狐行动 给你两条路 要么回中国 要么就自杀 请你自己选 这话不是我自己讲 是美国FBI现任局长瑞一在华府的智库 特别强调 所以说我们现在回顾过去 这一两年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华裔人士 不明不白的被自杀了 真的假的 比如说2019年 有个澳洲人他叫赵波 他是经商人 都在澳洲经商 然后他在被自杀的前几个月 忽然有向澳洲情报站投诚 他说有一个中国的商人 给了他两千一百万台币 要干嘛 要求他去选那个区的国会议员 然后他拒绝了 然后他把这个情报给澳洲情报站 寻求澳洲情报站的保护 结果澳洲情报站说什么 没问题我保护你 可是最后呢 在2019年的3月 被发现沉湿在一家旅店 不知道怎么死 莫名其妙 那年五月就是去年 五月是澳洲国会议员大选 最后该选区 果然有一个香港裔的女生 最后脱颖而出 而且那个女生是在参加国际的统战组织 就中国出来的 所以显然中国真的有进入 那个区的那个区的选举 另外一个 在澳洲杀人 另外一个也是在澳洲杀人 他叫崔国伟 他也在澳洲死 他是中国被派到 派到澳洲的交换学者 然后呢 他在回国前几天 被发现在他自己的合租公寓的厕所 反锁自杀 这个东西在侦探小说叫什么 叫做密室杀人案件 他的家人完全不相信他是 他是自杀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 他就是要回去了 两三天后他就要回去了 机票买好了 哪一个班机什么时候回到中国 都跟他家人讲 可是却在自己的家里 反锁厕所 反锁自杀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些都是大人物啊 那些可能都是千人计划的人啊 但那些小人家 我平常在网路上打他嘴炮 骂骂中国可能没有事嘛 抱歉 这也有问题吗 抱歉 最新的两个 两个讯息 第一个有个叫罗宇鹏 这是化名啦 罗宇鹏是怎么样 他他他他在美国念书 他就是很普通的学生 他比较支持香港等等的 然后他也知道 他身为中国人 不可以在脸书上支持香港 在推特上支持香港 他特别生卖一个小号 什么叫小号 就是我的分身账号 那个小号里面 只有四个朋友 里面是一个同学 几乎没有人知道 然后他就是偶尔会在那 香港的那些图案啊 下面留言打气 就有一天 他在美国念书 忽然接到公安电话说 请问你是罗宇鹏吗 请你过来 公安的电话 从中国打吗 他说请你过来投案 那罗宇鹏当然全体二座剧 神经病挂电话 对不对 结果呢 过三天之后 那个公安就打到他妈了 打到他家里 然后到他家里 去家里把他妈妈 直接抓到公安局 然后抓到公安局 叫他妈妈跟跟罗宇鹏讲说 这个任务是北京 强调北京下派下来的任务 然后要求罗宇鹏 第一个写毁过书 第二个把所有推特账号 全部删掉 那罗宇鹏 当然就就莫名其他说 第一个我是小号 他怎么知道是我本尊 所以说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推特 里面有中国的人 第二个是中国的骇客 已经把推特的后门 已经攻破了 另外一个是很明显的 一个叫做 他是化名 叫做ZOO 一个女生 他在澳洲也是 他公开就是 公开 他是公开 他用他本名 然后就这个 然后他的脸 脸都被看得到 然后呢 特别在上面 一直撑香 六四都 六四什么都 不然六四平反 结果有一天 他忽然接到一个视讯电话 视讯电话上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爸爸 一个是公安 然后公安 一个黑脸 就这他爸爸 这他爸爸 然后另外一个公安 公安叫做胡警官 他说一个就是白脸 一个是黑脸 他爸爸就扮白脸 说你赶快回来 不要再讲这些话 然后那个公安叫胡警官 跟这个小女生讲说 你在澳洲的推特上说什么话 微信群组上说什么话 在澳洲所有行动 我都监视在里面 请你交出你的推特账号 可是这个肉依 至今不愿意交出他的推特账号 为什么 他要保护他推特账号 因为他推特有五千个人追踪他 他要保护那五千个人 他愿意自己当政治犯 流亡澳洲 也要保护那五千个人 所以这个人 被至今还流亡在澳洲 就是为了保护他推特的那五千个人 这太可怕了 本来想说港版法 关我什么事 在澳洲 我只不过写了几个信 或者我做了什么事 第一个我要被自杀 第二个 把我爸爸妈妈都找出来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 我看称之为暴风雨前的临近 因为看起来现在美中关系 是一个全世界最注目的焦点 那中国大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看到了嘛 有水灾嘛 有经济不好嘛 有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在发生 有国境民退嘛 所以整个状况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一个外持内张的环境 那习近平到底在紧张什么东西 他在紧张什么 压力 他的压力很大嘛 因为这样景气不好 经济不好是事实了 但现在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就是跟美国人翻脸嘛 他现在跟美国人翻脸是一个事实了 跟美国人翻脸这个事情 是不是他所计划中的翻脸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嘛 所以是个意外嘛 美国跟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就是就是我们一直谈 这个新的冷战要即将开始了 那这个新的冷战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借 一个借禁 苏联的科学学者 检讨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什么原因 你知道吧 他们过早看美国翻脸 如果他可以再骗美国人二十年 那就可以拿到更多的科技 经济会更大的力量 会可以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人也发现这个问题 今天美国人开始全面性的跟中国翻脸 所以二零二零年将是一个世界的分水岭 现在美国已经决定要跟中国分道扬镳 我讲的最简单的一个案例就好 就是他们一年要进口三千亿 要使用三千亿美金的半导体 对不对 他目前的生产自己是在中国制造的能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 有两千五百亿要进口 现在这个进口的来源出问题了 科技出问题了 那我请问你 中国的将来 他的整个的科技要进步的商业科技 或军事科技 各种科技进步的可能性 没了 马上碰到极大的挑战跟困难 他没有路可以走 所以这就是今天中国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我我讲的 其实我认为关键是什么东西 就是习近平的照进 过提前跟美国翻脸 而导致未来的可能 碰到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悲惨的一个下滑的命运